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啊 老规矩是咱们的猜图 大家可以猜猜视频中映出的角色他是谁 答案就在本期的视频末尾处揭晓答案哟 一定要看到最后啊 好了咱们今天来聊聊十项奥特曼 你说所有变成过十项的奥特曼 你都知道吗?那是不可能的 这些奥特曼你真的认识吗? 他们连名字都没有 现在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这些都来自于三千万年以前的远古时代 或者说那会儿他们还不是奥特曼 只是光之巨人 大家看这个画面中的光之巨人的实相 最大的这个奥特曼 有没有很像是帕瓦特奥特曼呢? 因为他的脸棱角蜂鸣 不像是光之国那一类的光之巨人 一定是外国的 而后面的两个 有一个少了一半的脑袋 还有一个有头盔 而且这个头盔很像是武士奥特曼 跟现在出现的奥特曼都不同 像是这个脑袋上带了一个路头 而下一个光之巨人 他不仅仅有一个霸气的头盔 大家可以看到他还有两串性感的小胡子 这个巨人年龄肯定不小了 因为之前好过聊过啊 长胡子的奥特曼 大概都是年龄超过十万岁的 所以这位很有可能是三千万年前 所有巨人的首领 如果按照年龄的对比 他一定要比迪迦年长很多 迪迦变成实相的时候 还没有胡子 他却有胡子 不是个领袖 肯定也得是个长老级别的人物啦 而在画面中有一个奥特曼 大家仔细看一看 还有一个手伸的老长的奥特曼 他不仅有头盔 而且还有胸甲 大家看这个胸甲像不像雷欧呢 他们之间是不是有着什么说不清的关系呢 而根据这个图片啊 豪哥觉得三千万年前的奥特曼 生活普遍过得都不错呀 还能买得起头盔呢 生活富足 这几个奥特曼 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吧 那么三千万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那是一场史上最大的奥特曼内战 或者说是巨人内战 代表黑暗的巨人领袖就是黑暗迪迦 他杀死了所有的光明巨人 所以啊 很有可能 上面这些十项巨人 就是之前被黑暗迪迦消灭的战士啊 好了 现在豪哥公布本期的猜图答案了 小伙伴们你们都猜对了吗 好了 喜欢看豪哥讲解动漫视频吧 一定要搜索关注豪哥的 优酷号动漫三分钟 咱们下期再见哦